狂赚377万奖金 随着郑清文0比2无缘每网四强 也产生了三大不可思议 到底怎么回事呢 聊一下这个话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周 我又来了 那么2024年每网公开赛 四分之一决赛呢 一场焦点对决落下帷幕 中国金花郑清文面对实力强劲的萨巴伦卡 遗憾以0比2高谱 无缘首次闯进四强 尽管未能更进一步呀 但是郑清文在本届每网收获颇丰 赚到了430个积分 以及53万的美元 约合377万元的奖金 回顾这一场比赛呢 郑清文与萨巴伦卡的较量 引起了更多的讨论 其中三个不可思议 与三个不争的事实 令人深思 先来看一看这三大不可思议 其一就是前四轮比赛当中 郑清文轰出了49个A4球 在所有的选手中高居首位 相比萨巴伦卡优势明显 然而呢 这一场关键对决呢 郑清文全场仅仅打出了一个A4球 与此前军场超过10个A4球的水平 相差是远 这一巨大的反差呢 也成为了他完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呢 就是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 与萨巴伦卡交手8次 赢了6场 可面对郑清文却连输2场 而郑清文在面对萨巴伦卡的时候 却毫无机会 这种相生相克的局面 着使让人意外 其三呢 就是郑清文与萨巴伦卡的实力差距 但比赛结果呢 却出人意料 第一盘呢 是1比6 第二局呢 是2比6 仅仅赢下了3局 这是郑清文生涯 至今大满贯赛事当中最惨重的一个实力 再谈三个不争的事实 首先从首轮比赛一路进地8强 郑清文的出色表现有目共睹 赛前他也是信心满满 渴望翻越萨巴伦卡这座大三 但是真正比赛的时候呢 才深切体会到双方在发球 相持底线等多方面的实力差距 郑清文确实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 其次呢 此次失利后 郑清文面对萨巴伦卡 已经是三连败了 且一盘未赢 均以0比2输球 毫无还手之力 那萨巴伦卡呢 无疑也成为了郑清文面前难以逾越的一个高山 最后呢 就是郑清文经过巴黎奥运会的历练 体能心态和技术都有所提升 然而距离世界顶级水平 仍然有不小的距离 若想实现首夺大门冠冠军这个目标呀 他必须继续努力提升自己 郑清文的美网之旅虽然已经结束了 但是他的征程呢 却并未停止 按照参赛的计划 本年度呢 还会有四战比赛等着 分别是 瓜达拉哈拉战 中网 武网和宁波战 他需要在这些比赛当中 多抢击分 才有机会首次冲进年终总决赛 对于郑清文来说呢 这一次美网的经历既是一次挑战 也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在与顶尖选手的对决当中 他更加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发球的稳定性 相持阶段的战术选择 以及底线技术的精准度 都是他需要重点提升的方面 同时呢 面对强大的对手 心态的调整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比赛中保持冷静 不被对手的气势所压倒 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这是郑清文需要不断磨砺的品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呢 郑清文的崛起也代表着中国网球的进步 他在国际赛场上的出色表现 吸引了更多人关注中国的网球 他的拼搏精神和对胜利的渴望 也激励着更多年轻选手 投身网球事业 尽管此次美网未能进入四强 但是呢 郑清文的未来依然是充满希望的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郑清文也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针对性的进行训练和调整 接下来呢 还要四战比赛 他也要全力以赴 争取更多的积分和胜利 每一场比赛都是一次挑战 也是一次提升自己的机会 相信在不断的努力之下 郑清文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为中国的网球带来更多的惊喜 好了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咱们下期见 拜拜